作演員經常與不同地方的人合作 顏卓玲這次就為她第一次拍的台灣電影宣傳 她還說原來拍台灣電影和拍港產片有很大分別 很大分別的 要講國語 當然要 可以嗎? 我的國語是可以的 可以嗎?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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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難是飛來飛去 我那時還在讀大學 所以如果我那時候 這個 上年 即是未畢業之前 未畢業的 那我就把我上學的時間表 攪拌到星期二、三 即每天都九個小時 即是二、三個就鋪在一起 對 即是午餐都沒有 那時候有點辛苦 我以為自己會OK的 因為那時候 狂舞派之後 都很多 譬如指標 或者宣傳 都是全日物質質的 但原來有件事不同 你去了一個地方 即台灣算很近 但也有些文化差異 那就 原來會不適應 為了想快點畢業 Cherry多麼辛苦都沒有停學 一切都是值得的 現在她便可以工作加上拍拖 Cherry就說現在還忙過畢業 因為之後拍了三部戲 近來她還忙著錄歌出碟 那唱情歌給男朋友白紙聽就行了 她有沒有聽過你美妙的歌聲 聽很多次這樣 但是不說話 聽很多次不說話 搞錯了 還沒提到 我覺得這樣 為甚麼 不太好 聽很多次不說話 可以是很享受的 但不說話 沒有說話不代表什麼 有什麼的 對 但有沒有想要什麼時候會 開啟的 開啟的 沒有 不想定期限 想想 記錄了一個禮拜 作品好一點 其實Onhand已經準備好了 一聲